讨厌 你又拿我看完枪了 讨厌 你又拿我看完枪了 赵总 你这是金屋藏娇啊 不认识啊 认识 昔日的云端公主 谁不认识啊 只是没想到 结婚的事闹成这样 你们还能共处一室呢 你这心也太软了吧 明轩 你有朋友来 是啊 给我们去弄点水果 再找一支红酒过来 你知道我的口味 一会儿尝尝我的珍藏 好 不好喝我可不喝 对了 我刚来的时候 把鞋给弄脏了 你帮我擦一下呗 好 飞儿 我有的时候 真的挺佩服你的老金 但是你的这个样子 我现在看着你 今天晚上你去云端住吧 我们两个 还有点事情要谈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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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东西 把我的东西放下 为什么动我的衣服 你的 你说 这些衣服哪一件是你的呀 你不过是明轩藏在家里面的 一个物品而已 和这些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得对 就算我是一个物品 至少是摆在家里的 总比你这种及时的货色强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在这儿过夜 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有权利处理我的东西吧 及时 昨天没赶出家门的可不是我 你今天就要把这些衣服的任务 我要让你看看 我可不可以处理这篮子 我干什么呢 龙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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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让我过来的 看到这些东西我就碍你 你应该不会反对吧 我不反对啊 你想扔什么 就扔呗 也包括他吗 我可不想和他在一个屋檐下 条线 林轩 你什么意思啊 肖上其 已经被我打得把握起来了 你觉得像你这种沾民屁 还值得收藏吗 你要怎么办 你再改为怎么办 周试一下你自己的东西 赵宏学 我要出去吃个早饭 家里面太乱了 希望我回来的时候 可以恢复感情 去吧 那个女孩 让我 让我盯着你收拾东西 你像房子一样防着我 你收拾好了 我会让你检查 进人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小姐 需要我帮忙吗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想等稳定了再联系你们 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一直很好奇 能让你和肖上齐 这么流连忘返 乐不思蜀的小城 到底什么样子 终于看到了 还不错 你来这儿干什么 孝然 你其实挺恨我的吧 把你和肖上齐折磨一通 最后还是回到了赵明轩身边 装睡的人 不想再试图叫醒她 很多事情我无力控制 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赵明轩愿意收留我 我只好答应 你知道赵明轩什么人吗 害死肖上齐父亲的人 你知道这件事 我何止知道 还是我给通风报信的 可惜他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你和赵明轩到底想干什么 赵明轩不知道我来无诉 如果我说 是我自己要来帮肖上齐的 你会支持我吗 不会 我知道你们已经分手了 但不至于决裂吧 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事情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们两个一方拯救对方 一方依靠对方 这种慈善游戏我也不感兴趣 何记者 这是萧总早上的饭 给他吧 正好他要去医院看校长期 医院 我现在可以出院吗 再注意吧 明天出院吧 等会儿何笑人还过来给你送饭呢 还着急出院 我说你也不珍惜在医院的好日子 这要等你康复了 人家还会跟着你到家里去照顾你吗 珍惜好时光吧 不用麻烦他了 口是心非 人家都没觉得麻烦 好久不见 怎么这么不小心 都进医院了 这段时间很辛苦吧 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沉飞而不得入内的规定吗 怎么一个个都是这个翻译 难怪赵明轩回到户谱之后 一副奇开得胜的模样 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对不对 我问你为什么来 他是越来越嚣张了 本来我已经不计较名分 委屈求全 可他还是变本加厉地折磨我 看清我 大概是因为 他始终都在意 我和你之间那些往事吧 我问你为什么来 来帮你 尚起 我当初回到赵明轩身边 是走投无路 这段时间我看他对付你 我心里从来没有好受过 同样 你觉得 他会对作为战利品的我 有多呵护吗 在他心里 我们俩早就捆绑在一起 是他的对立面 我拿到一些东西 我相信我们联手 一定可以扳倒他 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们是一类人 曾经一直抱团取暖 现在又被同样的敌人 逼得无路可退 那又何必单打独斗呢 条件是什么 是 我是有所图 我要重新站在你身边 给我们彼此一个新的机会 你喜欢吴苏 那我就慢慢了解这个城市 我想要在这个有你的地方 过安稳日子 可以吗 既然这样 不管你手里有什么 我都不需要 你想要的 我这里没有 另外 我喜欢吴苏这个城市 是因为这里有何小人 可是 他好像对你不怎么感兴趣了 见过他了 有事 小燕啊 对不起 我不知道陈菲尔过来 你特意跑了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没什么 我就是在季风遇到了菲尔 他出来去看你 我就正好让他 把你的早餐送过去了 他这次来无苏 他在这儿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想知道 他为什么来 包括你打算怎么帮他 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打算帮他 小小齐 我看你能跑回来 身体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其实我们台里最近挺忙的 事情特别多 那以后一月我就不去了 何笑人 难道你在医院里 对我那些关心 都是限定期的吗 什么限定期啊 说得怪怪的 我去医院看你 陪你回墓地 都是为了还 你救我的人情 我还有稿子要写 先上去了 什么人情 回来了 回来了 你今天怎么在家呀 没去医院 干吗呢 让血流到大腿上 减少大脑的攻险 这样的话 就可以烧下烦心事 有烦心事 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 什么烦心事 我今天见到陈飞尔了 陈飞尔 他怎么会来啊 英魂不散呢 冲着笑人齐来的 应该吧 我现在发现啊 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 世外桃源 能够屏蔽那些 你不想见到的人和事 好不容易可以 安静地生活了 陈飞尔又来了 肖长齐又开始跟我解释 所以你不想听她的解释呗 我想 陈飞尔一直都知道 是赵明轩害了肖长齐的爸爸 而且当时也是她告诉肖长齐的 陈飞尔说的 嗯 那个时候 肖长齐什么都不说 就把我一把推开 选择跟陈飞尔并肩作战 现在陈飞尔 又把重要的信息给她送过来了 什么呀 怎么英魂不散 你是在生气还是在吃醋 我是突然发现 这段时间去医院照顾肖长齐 让我差一点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所以我就决定了 不管他们两个是要同仇敌凯 手拉手一起对付赵明轩还是怎么样 我都不会再回到 三个人的群细里面去了 可以 我支持你 你怎么又买他们家的牙刷啊 不是有吗 这次不是牙刷了 冲牙器 我特意买给你的 时候 我也有一个 对了 你今天难得回来 老蜜说 晚上我们一起去山上烧烤 顺便看看夜景 一起去吧 求你们 你们天天晚上出去玩 不觉得累吗 我累呀 但是隋文伟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天天祖局 你们去吧 我去 别呀 你是不是担心自己那块疤 在她那儿还没结尖呢 那我就是今天没心情 好吧 有些时候学着放一放 把这些东西通通交给时间 不要跟自己较劲啊 走了 我还有事 你帮我把这个放到楼上 谢了 好好玩 学着交给时间 学着交给时间 你自己回家了 你家这冷锅冷灶的 要不我让小鸡 我们过去看看你吧 要拿回去了吗 没事 明天让他们把其他东西 拿回来就行了 行吧 对 那个 陈飞儿怎么处理啊 我跟她办理入住了 也不像是一天两天就要走 她还说手里有赵明轩的证据 但又不肯说是什么 我 想办法打听打听 什么都不用做 既然她想住在季丰 那就把她当正常顾客对待 行 我多句嘴啊 小燃 你得理解她 要不是陈飞儿婚礼 还有后面这一连串的事情 你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这人 受过一次伤 她就会变得特别敏感 什么呢 就这个 陈飞儿 昨天入住的客人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眼熟吗 而且 昨天晚上 还是林副总给她带回来 不要随便八卦客人隐私 我想起来了 德剧集团的那场世纪婚礼的 你是说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退婚退的家喻户响的云端公主 陈小姐 早啊 您昨天晚上休息好了吗 吴苏 跟户谱还真是不一样 一个堂堂黑松针酒店的副总 居然和员工嚼舌根 抱歉 对不起啊 陈小姐 你们萧总呢 住哪个房间 你们既然办法 开玩我 就应该知道 是萧尚齐在婚礼上打了新郎 然后带我离开 我和他之间的交情 不用我多说了吧 萧总 他不住在酒店里 他在外面租了房子的 不住酒店 把地址给我 陈小姐 是这样 萧总刚从医院出来 最近在家休养了 他不太愿意被别人打扰 您要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跟我说 小木 去通知大家 最近没什么事情 不要去找萧总 好 那我现在去通知大家 林副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季风酒店的一切事宜 我都负责 就不劳烦萧总了吧 我和尚齐之间 是很重要的私事 你能负责什么 是 赵明轩的事吗 我也可以全全负责的 萧总确实需要休息 如果 她想见您的话 自然会跟您联系的 您吃过早餐了吗 季风的早餐品种还挺多的 您要不要去试一试 不用了 收饱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 按时吃饭了吗 吃了 来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病刚好 也不好好休息 还总吃这些 没有营养的东西 还没进展吗 我准备去巫苏的搅拌站 和附近的婚姻图厂 看一看 也许有当时修剪青山时 留下的心灰证据 好 你就不想问问 陈飞儿这两天在季风 都干什么了吗 你帮我挡住她 我不想见她 她可没少打听你的事 还拉拢人心 让大家觉得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要我说呀 她这么攥着证据 无非就是想向你邀功 要不你就使一下美人计 肯定是半功倍 我不想见她的 我也不想见她 更不想和她 有任何意思的管口 行 你威武不屈 富贵不寅 美人不爱 我就是觉得 你这么折腾自己 万一留下病根 那何笑人到时候不要 你怎么办呀 最近和她被联系上了 行了 你别管我了 你去忙你的吧 我这里还不缺小事工 快去吧 你这么把自己闷在家里 没日没夜的茶 这又越茶越乱 其实我有个工作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林副总还给我安排工作呢 那我哪儿敢呀 但是这当老板的 也得体恤一下员工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一个人 管着季风 你就帮我分担一点 好了 别查了别查了 你就受累替我跑一趟 我在这儿给你做一顿 人吃的饭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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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 孙人 下午有事吗 没事 有新闻要跑啊 不是 老马 他跟我说了半天 说是想让你帮着 录一个广告口播 让我 对啊 他说这个客户 是你们之前大家帮的 忠实听众 忠实粉丝 就想听到你的声音 你就当帮他一个忙 说明挣个外快 那行啊 既然是大家帮的听众 这个忙我肯定得帮啊 那就这么着啊 我告诉他 刘老师 好久不见 孝然 是麻主人 让我来录个口播 肖总 早就到了 你们这个合作关系不错呀 节目都没了 还有这缘分一起的广告呢 是吧 肖总 是季风的广告啊 辛苦了 合计者 肖总不是很多事情要忙吗 怎么有空过来监工一个小广告 我已经出院了 正在休养 所以比较清闲 不过身体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那就开始吧 陈小姐 我是真的不能告诉您 那好 你不用告诉我 肖总助呢 你跟我说说 他在无苏的事吧 护士 你能帮我个忙吗 您怎么了 王阿姨 我想不起来 我住哪个病房了 你说我 想也想不起来 是二病区还是三病区 我忘了 您别急 王阿姨 我带您回去 那谢谢你啊 没事 没事 姑娘 老师 你就别管了啊 我这儿有她的一张房卡 我带她回去啊 那谢谢你啊 谢谢啊 谢谢 你看我这脑子 怎么什么也记不住了呢 老孙 你今天不是到肖总家去了吗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这你倒是记住了 到肖总家是上个礼拜的事 走走走 小心啊 不是今天吗 哪里啊 你看我这脑子 又红疼 好 旅途 终究不过是追求 人生意义过程中的短暂逃避 终场休息 遇见你之后 那颗不肯停留的心 终于长成了根 无心安处 季风等你 这个词能改一下吗 太拗口了 而且现在谁愿意在广播里面听这种话 我 重来一遍吧 重来一遍啊 旅途 终究不过是追求 人生意义过程中的短暂逃避 终场休息 孝然 你这感情不太充沛啊 再给点啊 旅途 终究不过是追求 人生意义过程中的短暂逃避 终场休息 季风的 停一下 停一下 这便特别不自然 孝然再来一遍啊 旅途 终究不过是追求 人生意义过程中的 再来一遍啊 孝然 再给一点啊 再来一次啊 孝然 你可能要找一下 你之前录东西的那种感觉 好吗 我们再来一次啊 萧总 有时间出去聊一下吗 我先出去一下 有意思吗 向上前 我也是被林总临时安排过来的 我不知道你会来录这个节目 不过我的确和马主任说了 大家帮大家这个节目 对我有不一样的意义 你觉得我会信你 孝然 你最近为什么总是避开我 我跟你发信心也没回 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前人最大的尊重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但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过通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陈飞昂每次出现 你对我就变了一个态度 我这几天想了很多 问题不在陈飞昂 而是他的出现让我想到了 我们两个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孝然 我承认 可能我的一些行为主动 还有一些关系会让你误会 我现在跟你说对不起 但是飞儿都出现 让我想到了 人不能因为一时的情绪 就忘记了已经定好的方向 我们两个早就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 但是如果是谁不小心走错呢 那就继续走下去 我明白了 那你先回去吧 我待一会儿就回去 好 刘老师 刚才不好意思 咱们再来吧 没事没事 那个萧总走了 但是她留了话 她说如果你实在是不讲路 她同意换人 你刚才跟她说什么了 我感觉她脸色不太好 你不是得罪她了吧 没有 没说什么 我跟你说 这次是马主任安排的 而且她千叮咛万嘱咐 甭管人家提不提意见 都得让你多录几遍 就姿态做足 显得咱们比较重视 我刚才 还不是她一直在这儿挑刺吗 没有 我那不是演的吗 但是 说句实话 亲爱的 你 你是不是太长时间 没有录东西了 所以就是 这个声音状态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个口播 不是季风那边让我来录的 真是马主任安排的 但我感觉她这次 马屁拍在了马腿上 吃错东西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喜欢摆弄这些花花草草 何笑然倒是一直喜欢 这些粉饰太平的东西 都是假的 根本盖不住现实的虚假和丑陋 陈小姐 陈小姐 到底还是让你给找来了 你故意的吧 怎么哪儿都有你 这你可就不讲道理了 咱们俩可是我先来的 那我还怀疑你 是不是跟踪我过来的呢 而且 肖上期她不在家 现在估计 正跟何笑然在一起呢 要很晚才回来 你用不着故意刺激我 反正现在我认了门 有的是机会慢慢等她 陈小姐 其实在适当的时候撤退 是及时止损 所以你离开赵明轩是对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 肖上期为什么不见你啊 还受养相检查了 就在前面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得赶紧回家 我儿子等我吃饭呢 老黄 咱就检查个身体 查了就回 你是 老孙 老孙我想起来了 我们这不是来体检了吗 那走吧 可一致 老黄这个病 他们真的能接受吗 会不会看着那个体检报告 他们反悔啊 您放心吧 我已经联系好了 王阿姨唯独就是玩五米 没有江户人 不过我已经把我的手机号 留给他们了 有时他们会找我的 延老医院让你们做一个 完整的体检 就是为了对你们的身体 做一个评估 以便之后更好的照顾你们 好 那就好呀 这下我们这些人 就有着陆了 不过就是便宜了那个姓赵的 他干了那么多的取得事 不是 我们怎么就拿他没办法呢 是啊是啊 就赶走我们那个坏蛋 电视台不给查了 我们那么多人 就白白地被他欺负了嘛 你们放心吧 像他这种人 一定会被省之以法的 这种人 早晚会受报应 快去体检吧 就是这儿了 来 就这儿 好 走 走 你 哪儿哪有 你身体现在应该没什么事了吧 你是在关心我吗 你安排孙老他们来体检 其实可以提前告诉我 我可以直接送他们过来 对了 录音的事情 的确是马主任安排的 那天是我误会你的 对不起 你怎么知道赵明轩 就要被神之以法了 非要不是拿到了 赵明轩的证据吗 你应该很快会烦气吧 你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才疏远我 你想多了 我没有他的证据 我在老爸目前发过声音 他守护的东西 我要一样一样 我知道 他最想守护的 就是我和我哥的人设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我不想 也不能把这件事 当作一笔交易 不然我会知道明轩有什么区别 对不起 你也有什么工夫 你不是不是 我在街上的时候 我一人 都没关系 那是 这件事 但是 他们都没关系 这是 这件事 还是小孩子好 一个小铺玩具 就能玩得这么开心 小胖 你没事吧 漂亮阿姨 对不起 你倒是挺勇敢啊 手都摔伤了 也不哭 你爸爸告诉我 伤口都会好的 不用害怕 怎么了 怎么了 刚刚才跨过你勇敢 现在就憋不住了 泡泡水没有了 没有钻码呀 我爸爸工作太忙了 没空给我买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到很远的地方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太阳 那太阳 阿姨带你找泡泡水 好不好 好 走 走 走 沛阿姨 我几洗衣了 好 我们现在把水 洗衣 还有白糖放在一起 然后搅拌搅拌 来 试试 我看看 叶香阿姨真棒 还有香香的味道 这有什么的 我小时候连个泡泡机都没有 拿个绳子都能玩 厉害吧 厉害吧 对了 太阳 你怎么对这个酒店这么熟悉啊 我看大家都认识你 你还能去后厨拿东西呢 因为这是我家 我和我爸一直住在酒店里 你家 员工的孩子 又是一个小萧尚气 沛阿姨 你认识萧尚气叔叔 太阳 平时萧尚气叔叔都在哪里工作呀 阿姨刚刚帮你做了泡泡水 我和萧尚气叔叔是朋友 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 带我去找他 好 我知道萧尚气叔叔的办公室代码 我来过 来 等一下 糟糕 我爸爸不让我来这里 没事 这个坏叔叔交给我来对付 我不会让你爸爸知道的 陈小姐 这边是办公区客人止步的 林副总 我是带我朋友的孩子 来找他爸爸的 你不要吓坏小朋友 不然我一定会投诉你的 确定是朋友 对 阿姨 他就是我爸爸 陈小姐 你是来找萧总的吧 这连小孩子都要利用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菲阿姨刚帮我修好了泡泡机 听到了吧 我刚帮了你儿子一个忙 你能不能不要为难我了 萧总他不在 林总你凭什么替萧尚气做决定 凭什么你认为他心里就真的不在乎我 你对我们的过去了解多少 还是你知道我手里到底有什么 我住在你们这个破酒店 每天吃不好睡不好 就是为了找到他 你是打算替他拦一辈子 还是拦我一辈子 这样吧 给我十分钟 咱们在鸡风酒店的门口见 来 太阳 今天开不开节呀 晚上爸爸带你去这好吃的 来啦 上车 安全带挤一下 要带我去哪儿 这儿是我们乌苏最大的一个市场 这儿是我们乌苏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边有一个卖熟食的小贩 每次都多送我好几个炸丸子 还教我怎么煲汤炖猪蹄什么的 我特别好奇 像你这种大小姐 那肯定分不清楚长江道哥斯基道吧 蜕鳌子 切身 要不要我到刚刚那儿给你分分 莲鱼 鲫鱼 鲫鱼和草鱼 想不到还是买过菜的人呀 你知道吗 比起去超市啊 这儿人更喜欢到这种市场来卖菜 开玩笑吧 骁丈旗 也会逛这种地方 对啊 神奇人 无言丈气 你要是在这儿收回一段时间啊 你也会来这儿卖菜的 浪费时间 你平时说你这赔钱货 你还不高兴 你可不打死你 混账你 从小到大你们给过我什么 就连我费技吸引力得到的 你们都要来毁 要钱没有 把我逼急了 大不了于死网破 你嫁给我 不就是要切断那些不好的过往 你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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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要切断那些不好的过往 小伙子 你别人 想吃刀活动呀 我不吃 脏死了 粮活骨的 娘 这个怎么办呀 只愿一个 好了 给 说了我不要 盲畅嘛 我有湿纸巾 一会儿给你擦手 其实你这次来 我是为了帮孝上琪的吧 你别胡说 难道孝上琪没有和你说 是我告诉她 是赵明轩害死她爸的 我一直都和她站在一边 这件事情我知道 但你说战队 是你有意的吧 所以你才告诉孝少奇 想让他欠你一份人情 你看你这次来 说是拿着 能扳倒赵明轩的证据 但我问了你几次 你都不肯拿出来 是想让孝少奇 开口求你吧 你希望他拿人手短 这样就不会撇下你 他亏欠你的 就会把你留在身边 你就有机会 和他重新发展 对吗 原来忙活这么一天 为的是我手里的东西啊 你是不是觉得 所有人都会像你一样 心里得装着 一个基层基层才能活着 我忙活这一天 带你看看这座 小城的烟火器 我是想告诉你 何小然跟孝少奇 他们能走到这一步 这不是靠着交易得来的 他们在这儿 吃过的每一顿饭 走过的每一条路 生活过的每一天 这都不是先谈好条件 想好后果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天你说 那些花花草草啊 是粉饰太平的虚假 可你知道 这些东西在孝少奇心里 这是他最在意的真实 还是那个问题 你知道 孝少奇他为什么不肯接你 因为他绝对不会 拿感情做交易的 刚才我听太阳说 他孟晚好像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他了吧 一个被甩了的单亲爸爸 就别在这儿吱吱颠颠 我累了 先回去吧 你那些话 你哪儿啊 你哪儿呢 我看看你 在哪儿呢 你或者我们进程度 你什么时候 你不要这样 只要这样 让他帮你 那儿呢 也还有一点 烟 可能 就咱们 欣赏你的才华 想跟你签约 就因为那首会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上个礼拜 你不还在这儿演出了吗 但是我的演出被取消了 李慧啊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就是我要找的音乐人 那天幸好我回来拿东西 要不然可就错过 你这个明日之星了 你的音乐啊 具有非常优秀的流行性 一旦做出来 肯定受欢迎 当然 虽然咱们今天第一次见面 可以再多考虑考虑 好吗 我 我考虑一下 好 那个肖上齐是在跟你证明 他已经不是那个 永远要当陈飞儿 救命稻草的肖上齐了 你说他是不是想和你 重回约好啊 他只是要守护 对他父亲的承诺 不以自己为条件 去交换任何的东西 看来他已经振作起来了 我为他高兴 陈飞儿会不会是在 虚张声势啊 你俩能不能认真点 要我说明天还是去猪油店吧 这太没游戏体验了 明天我不去了 我有事 什么事 我 我一直没和你们说 那天我们在豪哥那儿的时候 有个音乐制作人 听到我唱歌了 然后就想和我签约 一块儿做音乐 真的啊 那挺好啊 签约 什么意思 那你以后 还有空陪我混了吗 你是巨婴吗 你是每天没有办法 一个人进食 逛马路生活了吗 我就算不签约 我也快受不了了 管我签不签约 我是想让你想明白点 别着急把自己卖 我想得很明白 谢谢你 来来 继续 继续 赶紧 是吗 嗯 行 回家 蕙姐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哥们带你去个好地儿 先去那块儿 先开一个卡丁车馆 我不去了 我约了杰哥谈事情 不 我 他有这么迫不及待 天天找你 杰哥欣赏姐的猜话 这有问题吗 蕙姐 我觉得吧 这不是一个小事 咱们得从长计议 再说你看今天这天多好啊 多设个卡丁车 那走吧 老隋 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 那个劲还没过去 但你也不能 一直这样下去吧 你是怕我签了公司以后 就没空每天陪你一起瞎混了 是吗 但我也有我要做的事情了 做音乐一直是我的梦想 知道的 我肯定会踏出这一步的 这朋友就不要说风凉话了 走了 我不是那意思吧 陈小姐 陈小姐 你这 怎么 季风的菜吃腻了 氛氛口味不行啊 不是 我是说 你要是想吃包子的话 每个星期五晚上 咱们季风后厨有员工福利 我包的比这个好吃 爱吃牛肉大葱馅吗 谁要吃你包的了 我已经收拾好行李 退好房了 你要回户谱了 我去哪儿 你管得着吗 你管得着吗 爸爸 徐阿姨 慢一点 慢一点 你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刚才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过来 你不在酒店 和他蛮好的一个小朋友 吹咬吐症状 怕是弄出病毒 所以就让孩子先回家 那你下午 就跟我的酒店待着了 走 跟我去办公室吧 今天徐阿姨正好有事请假 没事 要不我找个条须同事照顾他 快要 我陪你玩好不好 好啊 我想跟徐阿姨 我陪你玩 你不是退房了吗 这几天多亏你照顾 我已得抱怨 走吧 天儿 走 走吧 徐阿姨 我来教你 先画一个字母啊 把它连起来 画上脸 画上脸 鼻子 嘴巴 眼睛 头发 好看吗 好看 太阳 这是我爸爸给我做的照片书 我爸爸说 早还没记忆 所以就给我记下来了 对了 菲阿姨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事吗 小时候的事 我巴不得都忘了呢 小皮孩的事 有什么意思呢 菲阿姨 我不认识这里面的字 你能给我念吗 今天晚上酒店太忙了 给太阳洗完澡 吃完奶 没有按照睡眠程序带他睡觉 反而把他丢在儿童中心自己玩 儿子兴奋了一个小时候 又困又饿 大哭了十几分钟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哭 很心疼 很自责 今天给太阳加了第一种水果 大苹果 怕不好消化还蒸了五分钟 因为是水果 没有搅拌到米粉里 也不能冷冻 只留下一盒下午吃 太阳的表情告诉我 好酸 太阳最近特别喜欢一本 叫小波去农场的绘本 每一夜的动物他都认得出来 哭闹的时候只要说去找小波 他就停止了 带太阳去吃饺子 他舔了一口腊肠花嗝 砸拔了半天味道 还问我能不能用纸擦擦舌头 太阳的第一个理想 是要当火车司机 这我得给他记下来 太阳今天上幼儿园了 儿子要长大了 每天早上决定给儿子穿哪件衣服 真是比任何工作都难呀 今天太阳第一次问起妈妈的事情 我告诉他 所有的幸福的东西 都是妈妈用爱发射来的 儿子 其实感知幸福 是一种很棒的能力 这既不是运气 也不是命运 总有一天 你自己就能创造出来 晚上打起精神来 林副总 你看 德剧公子与神秘女子国外优惠 疑似走出情伤 这陈小姐啊 虽然在婚礼上 两个男人为他大打出手 可你看最后 还是竹篮打水 这样 给他扮演柱吧 房费就挂到我个人账上 等会儿去给他送房卡的时候 跟他说咱们酒店有住 送餐的活动 可是他不是要回户谱吗 他要是真想回户谱 干吗还主动男人陪太阳呢 我看 他是没地方去了 这么说 他最近好像是没去餐厅点餐 估计手头里的钱不多了吧 行 按我说的办 行 我说你怎么回事 臭小子 和你爹一样费心 又得给你买信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这么早呀 我这刚开始做 等包子好还得好一会儿呢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小看我这门手艺 这可是季风最留人的员工福利了 你会包吗 没想到手还挺巧啊 这本来就是我们女人干的活 什么意思啊 性别歧视是不是 现在这个世界上 哪还有什么事情是男人绝对做不了的 也没有什么女人绝对做不了的事 就拿我说吧 当时我一个人拉扯太阳 她好像还不到一岁呢 那会儿 尿布 奶粉 婴儿用品 我真是什么都不懂 一窍不通 现在 我发现了 这个社会 网络跟科技简直是两大利器 男人当妈没什么不可能 那是 林妈 她还没谢谢你呢 上次你给她想搭配衣服 对了 那往后你打算怎么样 怎么 这是当妈当到我头上了 还是 是 想给你儿子 找个造型顾问 没有 我就这么随口一问 就是前几天 突然看见赵明轩新闻了 那个 不奇怪吧 反正除了她 以后也会有陈飞儿三号 四号 不过 说实话 我好看还是她好看 你比她好的地方 不只是好看 我 我刚才张的包子好像好 我去看看 我刚出锅的 来 刚出锅的 来 过来尝尝 热的暖味 快 小心烫 怎么样啊 小时候我最馋的就是我妈做的牛肉大葱包子 可是只有我弟想吃的时候她才会做 而且一次我只能吃一个吃多了胖了就没人要了 以后包子在我这儿管够 以后包子在我这儿管够 好 是搜上鞋 最近没日没夜的查找明轩的那期项目 这几天 她把无苏的混土站跟搅拌站都跑了个遍 我看她的 长着自己的年轻 也不好好休息 让我见她一面吧 我是听到她秘书说 这才是那两个项目的原始资料 公司里的是假的 赵明轩把这两份资料锁在保险箱里 我走的时候时间紧 只拍到几张 所以肯定是不全的 那倒没关系 这只要有了目标 就不至于大海捞针了 为什么 我真的挺喜欢无苏的 我想在这儿 重新开始 不用担心 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重新开始 想想起 你知道我的 这么多年 我都是算好了每一步才走 但到了无苏才发现 步步为营 真的少了很多惊喜 现在才知道 幸福是一种能力 不靠命运 不靠幸运 更不靠交易 所以我就想试试 带着未知往前走 能不能得到我想要的 谢谢 那我就先走了 我去安排两个可靠的人去护铺查一查 不用了 我知道谁更适合做这件事 我去想 OUT 我去找陛下 这条件 你去找陛下 你去找陛下 正在打电话 我去找陛下 这个胸针 是云兰十周年清点的时候 咱们俩第一次穿西装 把他送给咱们的 把时间问起来 你还说丢了 明昌倒还在啊 在我心里 他曾经弄跳过 但现在 我把他找回来了 哥 我们要保住云兰 我们要保住云兰 好好好 明昌 我想跟你谈一谈 现在云兰我占股最多 我说了算 我请你放我一把 行吗 好 一会儿再 赵明轩 我不是帮过你啊 赵明轩 赵总 你别误会 他来 可不是跟我心事问罪的 他是来求我上口饭吃 小姐 小姐 你等着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 糟蹋我爸的事业 好 那从今往后就 桥归桥 路归路 我们用各自的方式 守护爸的医院 行吗 你们兄弟俩这出戏 演得真够精彩的 之前布下的局 终于要派上令仗了 接下来会是场令仗了 放心吧 只要你们兄弟一条心 一定能力挽狂澜 我出去透透气 谢谢 小燃 一起喝杯咖啡吧 好啊 来看看几个老人 证据我已经交给孝上期了 何小燃 这次我是真的放手了 对了 你还记得高中的时候 我们去山里徒步 看日出的事吗 当时你们为了拿第一 跑得特别快 我怎么也追不上 后来摔了一跤 膝盖磕破了 才罢休 停下来服务 我们当时还成立了 一个伤兵营 最后运营上了山 想说什么 其实步伐一致 一直往前走的人 只有你们两个 而我停在原地 早就跟不上你们了 所以现在开始 我决定走自己的路 还要分开 不信啊 不是 你能这么想 我也为你高兴 得了吧 你高兴的 不是因为我退出了 你和孝上期 终于能圆满复合了 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跟你在中间没有关系 反正你喜欢他这么久 我不信你能这么轻易放下 是 之前因为你们两个 我离开户谷来到这儿 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些不甘心 也一直想要有个结果 喜欢了他那么多年 分手的时候 不过这次重逢 遇到了很多的事情 我也在想 爱情 可能不是非得两个人 一定要在一起 才算是结果吧 那还能有什么结果 这段感觉我不想要了 不想再重导时遮了 这就是我的结果 谢谢你的咖啡 我会谈人 那你俩重逢以后 我没少和你聊你的想着 这是你第一次这么清楚地 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要这么决绝吗 你也觉得我放不下 陈威尔也这么说 他也说我才发现 原来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没有放下的一件事情 就是喜欢萧尚琪这件事 但是对于萧尚琪而言 不过就是在一起了 几个月的恋爱对象罢了 一旦遇到事情 随时都可以放开我的手 而且我们两个的感情 本身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所以就算这次和好了 下一次再遇到问题 他还是一样会推开我 我不想再重复了 进 谢谢 陈威尔把东西给你的事 要不要跟何向然说呀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 没事 等班导赵明轩一切都结束了 再好好地重新把他追回来吧 事情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 但人未必追得回来 当时的你 你当时的环境周围的因素 你当时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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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只有这一种选择 再来一次的话 可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绝对不会放手 范儿已经把重要的线索 交给他了 相信一切很快就会守着使出 到时候我们就各归各畏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也许以后在遇到的时候 会打个招呼 也可能 再遇到什么问题 也会互相帮忙 但是在感情上 我们俩应该不可能 我天啊 听着太凄凉了 这叫清爽 我要往前走了 往前看 挺好的 你呢 你呢 合同签了 签了 告诉老隋了吗 不用 不用管他 看这公司的规模应该挺好的啊 咱们慧姐今天呢 情绪特别高涨 感觉天气都好了一些 哎呀 不要拍了 拍什么呢 给你录过短片啊 等你出名了 今天就是你踏上星途的第一天 你可不要对我抱有那种幻想啊 我这次只想踏踏实实做音乐 别的不考虑 你可千万不要发给某些人啊 隋敏伟 他也是担心你 这个年头靠这个行献人多了去了 他多了解一点就少担心一点 今晚一起吃吧 跟我们讲解你今天的细节 让我们也开开眼 你们俩呀 挺好的 感觉像回到了 小时候 开头不错 走了 我们公司还可以吧 虽然现在规模还不大 但是啊 我相信 只要有了你这个明日之星啊 一定会马上走入正午 来 看看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的休息室 吧台 还有我们平时排练的地方 慧姐 来来来 我来接受啊 这位可是我们公司的头牌编曲 一听说我签约了你 马上就跟我道道要跟你合作啊 李慧 好 这样听 太高兴见到你了 我听过你的慧 我老早就喜欢你了 谢谢 对了 慧姐 你还有什么心歌没有 咱们挑几手出来 弄几个作品好不好 好吗 全力支持 全力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慧姐今天呢 情绪特别高涨 感觉听起来都好一点 哎呀 不要拍了 拍什么呢 给你录不料的 你好 小吉 放手歌 来了 为你准备了你喜欢的歌曲 我说你不上班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在想去哪儿玩呢一会儿 哎呀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吧 我的大少爷 你不干 我不干 咱们相分场就 就团灭了 真没劲 陪玩的人都找不着 就知道玩 哎 你那个季度规划教了你了 还有你研发的那个什么玩意儿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我没有什么钱给你烧了 也是呀 感情没结果 缠密得有点结果呀 一切 投放市场 给我的失恋 做个纪念 我跟你说啊 你照片里面的这几个项目 确实都是赵明轩出的 但是都是最变化的内容 信息也是零星的 数字部分也特别模糊 你要想拼凑出有效信息是特别难的 但是 是 但是我找人处理了一下数字 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浮现出来了 照片里立合这个项目 绝对有问题 采购数字太庞大了 哥 你想办法 从德军内部玩玩看 这偷工减料只是表象之一 拼去了哪里 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怎么是你啊 刘兰的人在这干什么 老魏呢 对 庭总啊 借你一面不容易 那我就直说了 张明轩把德聚搞得乌烟瘴气 这样下去 德聚可走不远了 现在真的是谁都可以对德聚指手画脚了吗 张明轩上任您日子过得也不舒服吧 我舒不舒服 有你跟外人插嘴的份吧 赵明轩对你们这些德局的元老 处处设限 提防得很紧 其实他一直在找时机 把你们踢出德局 但这个踢 最简简单单的是卸刃 这些情况魏总已经很清楚了 难道您还不清楚吗 老魏是你的人 听魏总说 您跟过立合的项目 我父亲的死令人隐情 他掌握了张明轩在青山偷工减料的证据 青山已经被张明轩处理 但是我们手中掌握的资料 一切都指向了立合 立合不可能的呀 立合是我亲自做的 不会吧 不会吧 这小子不会在哪儿阴着我吧 立合和青山有许多相似之处 投资巨大 利润是负数 您就没想过他有可能绕过您做了些什么 天总 跟我们一起查吧 否则赵明轩的事情揭露之后 您恐怕摘不干净 那 那你们想让我怎么做呀 重新核查立合的各项资料 可是 我也只能查到一部分的数据资料 我知道 数据确实很散 我们也在松动其他的人 但在这个过程我发现 德局的内部许多人已经对他不满了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的 但是据我所知 立合并没有什么特别加密的内容啊 那就整体重新再看一遍 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田总说了 他对当时的合同价格有影响 答应我们可以把资料 从系统里面调出来 也可以从供应商入手 了解一下当时的材料均价 你怎么办 小姐 我认为我们离真相不远 进 怎么样 还顺利吗 孙老和王阿姨已经办退房了 何小然正带他们去新药老院呢 去看看 好 好了 走吧 孝总 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啊 那出发吧 不用了 你忙你的 我带他们过去就行了 没事 前阵子有点忙 对新的养老院情况也不了解 正好过去看看 你什么时候对这个也这么关心了 我是做错过事 但总有改正的机会吧 我当时也就那么一说 那没想到何记者就说服他们 接收我们俩 我也只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说清楚了而已 行 那走吧 好 走吧 好 走 这是咱们杨老院呢 专门为为老任提供的 让她洗完衣服味道更好 您啊 睡得更香了呢 嗯 这味道真好味 嗯 还很熟悉的 以前 我家里也是这个味道 是吗 那就更有家的感觉了 嗯 小姐姐 咱们加个微信吧 以后王阿姨有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找我 那我扫你吧 哦 好 你是她女儿吧 你不是她家人啊 给我 给我 我找了好久了 原来在这儿啊 我基本上都安顿好了 喝几着给我们找的地方 真不错啊 那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了 谢谢 老王啊 拜拜 下面有一个大花园 我待会儿陪你转转 阿文 小美没来啊 我 你又糊涂了 他不是你儿子 他是萧总 什么总啊 我儿子是挺有出息 可离当总还远着点 阿文啊 是不是最近太忙了 没好好吃饭 你看都瘦了 坐 妈带你去吃点点心 我 坐 他一看这照片就犯糊涂 他儿子以前在糊谱打拼 好像也是干酒店这一行的 也发了一身财 结果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人没了 你看看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 谁扛得住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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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啊 你吃 够了够了 一个够了 多吃一点 你太瘦了你 到这就糊涂了 小美 你回来了 咱们越说越热闹 她又把你当成她儿子女朋友了 你姑娘啊 儿子死了以后就不会联系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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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文啊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阿姨 我们不是 快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抓紧啊 我又搬家了吗 你们住哪儿 他们回家住 我留下来陪你 对对对 这儿是养老院 我们阿文啊太忙了 一把年纪了 才找到小美这么个好姑娘 你们忙去吧 有空都来看看妈啊 那我们走了 阿姨再见 好好休息吧 好 老王啊 待会儿我陪你到花园里面去转转 知道你是小红老人开心 你 但我觉得 真的没那个必要吧 知道是红 我干吗还这么较劲啊 你可是那个 为了无二无女的王阿姨能入处 愿意给她当监护人的正义记者 那能一样 对了 非要给她线索 查得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那个项目的内部数据 周明轩做得在隐蔽 只要我们查得够仔细 一定会发现漏洞 终于要结束了 是啊 终于要结束了 这样 才能全心全意做另一件事 什么事 吃饭吧 不了 我约了人 谁啊 她怎么也来了 非要的 没见过蹭饭蹭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你俩难道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以后的事 谁会知道的 所有的事 到最后结果都会是好的 如果不好 那就说明还没到最好 晓然 我不认为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现在说结果还太糟 爱情 可能不是非得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 才算是结果吧 那还能有什么结果 那还能有什么结果 这倒感觉我不想要了 不想再冲倒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的结果 行了 行了 你俩的事 你俩的事你俩私下聊去吧 你看看还想吃点什么 随便点 今天我请客 好 签约了就是好气啊 签约了 根本就不靠谱 小作坊 签约金到现在还没给呢 知道有人看不惯 不聊这个行吗 谁管你闲事啊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忙起来了 爸 我要把我的猪棉香饭送进商场里面 交上市了 厉害啊 祝你大麦 恭喜 隋总 隋总 好 赵总 立合所有的核心数据 都已经被访问导出了 这是所有登陆访问的员工ID 就这种交通质 可恶 普洋阿姨 你在干嘛呀 他说着火了 这个消防员就过来了 哪里 哪里 这里 这里 我是消防员 你是谁 我是厨师啊 我的铺子着火了 快来救我呀 飞儿阿姨 你是做什么的 厨师啊 我爸爸是经理 先生 起书是小总 像阿姨是记忆者 那你是谁 天天陪我在酒店里玩 我想让我爸爸跟你一样 这是哪个小姐 爸爸 一到周末就乱跑 快去找孟一叶吃饭去 谢谢你啊 我想请问一下 你会做简历吗 这你可就问对人了 你坐 来 坐 我给你看几个网站啊 你看 这个网站上都是模板 然后你可以按你要应聘的 岗位去选择 比如说 这儿有管理岗的 有金融行业的 这个是教育类的 我觉得这还挺好看的 蓝色的 整个模板还比较简洁 比较干净的 陈小姐 这么早 吃早餐去吗 面试 昨天刚发的今天就有面试啊 你就 就这么去吗 怎么了吗 简历都带几分 有几个面试官就给几分 自己手里也留一分 这样他们都问到什么问题 心里也有底 一般会让你先做自我介绍 尽量说一些简历上没有的 放轻松就好了 嗯 你还这么老的 我要是不拦下来 那今天的面试呢 说不定就黄了 对 再带支笔 万一有什么临程考试呢 怎么 感动了吗 你啊 就像宋孩子参加高考的妈一样 是吗 这就够了呀 我还没想好太阳道时候 高考的时候我怎么办呢 走啊 好 放轻松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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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萧总 我看过了 您说的那笔采购款 在系统里是没有问题的 和您给我的那张照片上的数字 也完全不一样 进 萧总 赵总找您开会 现在 对 你们也收到了那个会议的邀请啊 我让你来 陈总 都是我们的人 田总 您叫我来开会了吗 我没有 是我 我 赵总 叫了这么多人过来开门 来 会已经开完了 你们可以先离开 证 什么意思 我去再说 走了 为什么突然间发起来立合 是不是收到一个文件 那里面的数据当然是假的了 就连带着东西去找你们的陈飞儿 都是我设得去 我再告诉你们 立合 是我做过最干净的项目 你们就算是查到死 也没有用啊 而且萧嫌啊 萧嫌 你说做一个狗 不听主人话你就算了 反而摇起主人来 张明轩 你把我父亲害死了 你不会以为我就这么认了吧 有朝一日我一定把你送去 你该去 你 吓死我 这么雄心装置 那你可要活得久一点啊 你搞这些小动作是送走我的 知道我为什么让刚才在场的所有的人 提前先离开吗 难得你把底牌晾得这么干净 这一局 我要慢慢玩 我要给刚才在场的所有的人 编好他们的出 在他们看到结局之前 连睡觉都害怕 但是对于云南 我想没有那么多耐心啊 这些小动作是每个人都種入生 甚至是每个人都没有 你们看一看 还是终于地上 kita散开 那些小动作是我们的 走 这些小动作 这些小动作是我们的 我就想让这些小动作 就灵状了 赶索尚 走 我都不知道 我想起来了 她就是前站子新闻报道的那个假新娘 不好意思啊 程碧尔小姐 我们公司是很看重人品和诚信的 文副总 回来了 你拿的 那公司真不怎么样 采光不好 工位又小 浪费我简历 你这个女人剪劲没有心 萧总带你布包 连副总店钱让你住下来的 你就这么对她们 笨江抽包 你什么意思啊 你拿来的项目没有被查出任何问题 但前后翻看这个项目的人 都被赵明轩发现并锁定了 德局现在已经停止了 和云南的一切合作 在业内封出消息说消息 赤里扒外 程小姐我就直接问了 这耳是你放在我们身边的 你来我们这儿 也是她计划的一部分吗 连你也怀疑我 还怀疑什么 就是你下的套 好 看不上了 别来吧 也难怪 像这样的破地方 有好久都没有 你是怎么 我今天是特意过来 谢谢你 都亏了你的帮忙 我才可以把那些 躲在我背后跟我作对的人 全都一网打尽了 好 冷静 别激动 先坐下 坐下 你以为就是你自己 就可以算起了我了 我告诉你 你们的一举一动 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这是王姐拍下的 说陈菲尔在家乱翻东西 既然她这么想找到我的把柄 给她机会 这是项目的原始质量 要不要直接销毁 只要资料在我们手里 那也不算办法 不用项目 至少还可以牵制一下个方法 我来送茶 林轩 喝茶 茶就不喝了 我肩膀不顺 过来帮我挨了 收拾一下你自己的东西 家里面太乱了 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 可以收拾得干干净净 谢了 张总 她已经去找了 匝队 你觉得她会把这个交给谁 那就不管了 但是我非常希望 他给到那面什么人 不过 你还是帮助我挖了不少料的 肖胜奇和肖显是假烦吗 看来 我一直没有那么信任她是对的 但是我也不亏 毕竟 你 肖显在我这儿 当了那么久的河巴狗 对不对 赵明轩 你太卑鄙了 我卑鄙 你说我卑鄙 那你呢 你也别谦虚了 这件事情 你也算办个工程 还有啊 季风现在已经被体压了 不过那点钱呢 我根本填不上您的那点骷髅 至于 肖家这两个兄弟未来的路呢 现在只有四次来信用 猜猜是什么 我来告诉你 我来告诉你 那就是狗 言 惨 惨 穿 还有未来 给不给他们留活路 也是我说了算 你呢 你呢 现在已经没有半点价值了 最后我还要再提醒你一点 以后不管去哪儿 都要小心一点 现在势头太暖了 难免出现什么意外 也不好说呀 你呢 这种情况只能赔偿违约金 能用的仙金就这些 詹姆斯 你看看用书那边 还有我们用的钱吗 来 你呢 开了几个小时累坏了吧 对 我让张怡怡把房间给你收拾出来了 没想到啊 再到这儿呢 怪我 我 都这个时候了 咱们俩就别互相自责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现在公司情况怎么样 抽离得聚的业务 是在我计划之内的 但是这样破产清算 却是我意料之外 卫约金巨大 卫约金巨大 就算是打官司 可能也只是消耗时间 毫无胜算 太糟了 肥约金巨大 还有些钱 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用 如果云磣破产清算了 我希望你手里还赚着肥红 这可能是我们唯一 通缠在一起的机会了吧 现在都这个地步了 拼尽全力 就未必能过这套坎 还给自己留什么喉咙 主要是我也看不到钱都在哪儿 小琪啊 你知道吗 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不甘心 你说他害死了爸 回了咱们的家 让咱们父亲兄弟几十年都在隔阂里 最后连爸最后的一点 哥 振作一点 一切都还没结束呢 明天开始 你把云兰的技术结构再精简一些 九六核心团队 就大幅度地减少开支 等你清散完配上树木之后告诉我 我回去把季风的钱理一理 再照人抽一些 对 不说这些了 是吧 解决问题 我先看 谢谢 谢谢 你是说线索是假的 是 赵明轩知道我在找他说点 故意放给我的 那小上去他们 云南 云南完了 面临许额赔偿 所有人都暴露 向然 我是真的被赵明轩利用了 这件事我都不知道 但我现在怎么说都没有人相信我呢 没人相信你就过来找向然了呗 我现在无处可去 赵明轩已经找上我 那个疯子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